豆干包装完整 乍看之下没有什么异状 结果消费者买回家后 发现里面竟然疑似混杂 老鼠干湿 证明消费者在过年期间 买了豆干回家解馋 结果才刚打开准备享用 之后发现包装里面 疑似有老鼠干湿 形体四肢还清晰可变 让他吓得瞬间作呕 其实根据豆干包装来看 有效日期是到今年9月29日 这回被发现异样之后 紧急通报卫生单位 事后经查 是台中某一家食品厂生产的 目前也派人前往饥查 食安问题还是蛮严重 同一批次的嫁了 我们可能会痛 下嫁以后未来 检验没有事情 在卖吧 现在接获投诉的议员 除了要求腰查个彻底 看看到底有多少 类似食品流入市面 更要求同一批次的豆干食品 必须立即下架 才能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华视新闻台中台南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